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还特意订了餐厅为男友庆祝 可是接下来的一番经历却让她感到很痛心 绿宝集团决定召开董事会 通过投票决定销售总监的人选 以李思雨的能力完全可以胜任这个岗位 得知消息之后她积极地向王子如争取 作为李思雨的朋友 王子如一直都认可她的实力 她虽然没有正面回答 却让李思雨坚信她会投给自己 随后她在公司里向陈一鸣询问 没想到陈一鸣一口否定 因为在她心里 一直希望李思雨能够辞职在家 做家庭主妇 最终投票结果出来 李思雨落选了 她很难过 可是最残忍的是 潘总告诉她 落选只是一票之差 因为王子如没有投给她 来自好朋友的背叛 让李思雨感受到了暴击 当她跑去质问王子如 又从对方口中得知 是因为陈一鸣觉得她不合适 李思雨很崩溃 和陈一鸣提了分手 又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 生活中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总以为最亲近的人 一定可以理解自己的追求 总以为最信任的人 一定会无条件地 站在自己身后 可是事实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 即便是很亲密的人 很多时候 也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 考虑问题 有些权衡利弊之后的为你好 不过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私心 无论是友情 爱情 还是亲情 都不要对别人抱有太高的期待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 最理解自己的人 永远只有你自己 前段时间有一则新闻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郑州有一位姓马的小伙子 因为朋友要结婚 于是他向别人借了一辆法拉利 用完车子之后 他和发小一同去洗车 发小之前没有开过法拉利 看到这车非常喜欢 于是跟小马商量 把车子借给他开一会儿 因为两人关系很好 在他的软磨硬泡下 小马也就同意了 但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发小在开车的过程中 发生了事故 几百万的车子 一下子被撞得惨不忍睹 外幸的是 两人都没有受伤 当时他们拍摄了相关的视频 发小也表示 愿意承担这次事故的责任 但是当4S店预估完维修价格 发小的态度却改变了 改口说 自己只愿意承担三万元的费用 车主明确表示 只赔三万元钱是远远不够的 根本没办法把车子修好 当时小马为了借那辆法拉利 还将自己的车子抵押了 和发小沟通无果 小马感到很绝望 因为他们有二十多年的感情 他不愿意相信亲如兄弟的发小 会这样对待自己 很多人想不通 为什么一次意外 就足以撞碎二十多年的友情 可是现实就是如此 感情再深厚的人 在利益冲突面前 也难免会暴露出 自私难堪的一面 永远别高估关系 也别试探人心 有时候那些在我们看来 坚不可摧的感情 都不用经历什么考验 只要风一吹就散了 与人相处 永远保持一颗平常心 对别人期待越少 我们才能过得越好 看过一段话 现实残酷 人心博良 不要轻易去试探 容易心寒 不要高估了人性 容易受伤 的确如此 太高估的关系 终究会变成一场灾难 想起曾经在微博上 看过这么一个故事 许女士和公司里的一位同事 关系很好 两人还经常一起吐槽 对工作的不满 后来这位同事约她 一起组队辞职 合伙开服装店 许女士兴致冲冲地辞了职 可那位同事 却以手里还有项目为由 一拖再拖 许女士等了一个多月 同事依旧在上班 她甚至还和领导 主动申请加班 丝毫没有想要辞退的意思 许女士觉得自己被骗了 干得纷纷不平 面对许女士的不满 同事却轻描淡写地说 是她太冲动了 毫无保留的信任 换来的是一场精心的算计 换做是任何人 都会感到很心寒 有人说 当你选择毫不设防地 相信一个人的时候 说明你的内心 对她抱有很高的期待 殊不知 期待越高 失望越深 人生在世 最不可估量的就是人心 别以为付出了真心 便能换来真心 总有一些人 会辜负你的期待 总有一些事 会违背你的预期 即便如此 也没有必要感到绝望 因为有些人远离就好 有些事 看清就行 有网友分享过 自己的一段经历 觉得很有意思 有一次 她需要完成一份调查问卷 于是在朋友圈里 连续转发了两天 可是吆喝了两天 也只有十几个人 帮她填了 其他好友 都当作没看到 她一开始觉得很难过 因为自己平时 都很乐于助人 可是为什么 到了她这里 简简单单地举手之劳 别人都不愿意帮 苦思冥想之后 她不得不承认 是自己对别人的 期待太高了 当她把心态放平时 忽然发现 许久不联系的高中同学 填了问卷 于是内心十分感动 顿时觉得世界还是美好的 这位网友的心路历程 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真实写照 当我们给身边的人增添了滤镜 给一段关系 预设了太多期待时 往往就容易失望 只有把期望降低 才不会在面对现实的落差时 感觉到很受伤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 是放低对别人的期待 一生很长 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一如既往地善待自己 关系很好的同事 也可能在利益面前 选择坑你一把 感情深厚的兄弟 也可能因为一次摩擦 和你分道扬镳 亲密无间的伴侣 也可能在选择面前 率先考虑自己 在人世间行走 不要过度依赖任何人 也不要高估任何一段关系 只有把心态放平 才能做得亲疏随缘 爱恨随意 只有学会放低期待 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